今早的AT国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信誉光学2382 简选原因是华为重返手机市场 市场看好占有率将会提升 预料提振作为镜头供应商的信誉光学 天风国际说 华为将在2024年上半年 推出新款旗舰机型P70系列 信誉是P70系列高阶镜头供应商 预料会显著受惠 但恐普遍上调信誉的目标价 其中摩根士丹利给予信誉目标价85元 昨日公司收报68.15元 潜在升幅超过20% 野村给予信誉目标价88元 潜在升幅达29元 信誉股价自10月底见底回升 近日反复首稳在64元水平 建议投资者可以在水平吸納 先看11月高位76元 突破再看摩根士丹利目标价85元 跌穿59元适宜减 作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